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雖然我在教網路行銷的一些課程 可是我對很多哲學類的書籍 還有人生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 然後我今天看到一本書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 那為什麼會看這本書呢 因為我發現他的內容蠻吸引人的 然後他的作者是跟我一樣 是在這個 我唸一下他這個作者的簡介 作者叫做克雷頓·克里斯丁森 1952年出生於美國由他做的岩湖城 是一名虔誠的魔門教徒 虔誠的魔門教徒跟我一樣 可是我找了虔誠的三個字 我沒有那麼虔誠 然後他曾經在楊百漢大學和牛津大學 攻讀經濟學並取得碩士的學位 後來又進入了哈佛大學商學院 攻讀氣管碩士 並取得哈佛大學的商學院氣管博士學位 從1992年開始 克里斯丁森就在哈佛大學的商學院 擔任企業管理系的教授 他研究和教學的興趣主要在技術創新 發展組織的能力以及新科技發掘新市場 然後他在1979年和1984年之間 進入Postum的顧問集團擔任顧問 離開之後他陸續創立了4家公司 包括他發表的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 曾經5度榮獲麥肯錫最佳論文獎 麥肯錫很有名 然後著有其本書 在2011年的時候 被Thinker 50選為當代50名最具影響力的商業思想家之一 這是其中一個作者 克里斯丁森 他總共有3個作者 這個作者他的描述是最多的 而且他又是一個虔誠的魔門教徒 所以吸引到我的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主要在講什麼內容 這是一本將企業管理的研究成果 套用在人生規劃上面的書 很神奇的將商管書和勵志書結合為一體 你可以看到 當彼得杜拉克遇上米奇·埃爾芳時釋出來的燦爛火花 在2010年的春天 創新大師克里斯丁森教授 對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班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演說 他舉出了一些哈佛商學院同班同學的例子 許多人絕非在畢業的時候就刻意要計劃和配偶離婚 跟小孩疏離 甚至鬧出醜聞犯罪入獄 為什麼追求成就的人呢 往往常常掉入引發不幸的陷阱 他們的人生策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那這場演說之所以引起廣大的迴響呢 不單是深刻引發了人們對 生命中重要問題的思考 更由於克里斯丁森教授他當時 遭逢人生重大的試煉 他罹患了奪走父親性命的同一種淋巴癌 正在忍受化療的煎熬 和疾病奮戰中 他反覆思索自己的人生是否過得有意義 並且終於了解了 上帝衡量我的人生不是用金錢 而是我可以幫助多少人變成更好的人 在這本書裡面 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回答自己三個重要的問題 注意聽囉 三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 如何使工作生涯成功快樂 第二 如何讓自己和配偶、兒女、朋友的關係 成為快樂的全員 第三 如何堅守原則以免除牢獄之災 人生有很多問題既複雜且困難 每個人的遭遇也都不同 你必須自己努力去尋找答案 那克里斯丁森教授花了幾十年的時間 才徹底了解了他的人生 並分享他自己 向往成為華爾街日報編輯 被自己創設的公司開除 發現對教學的熱情 以及教養孩子等等歷程 如何交叉運用審慎的策略和應變策略 來因應他人生的突發狀況 他發現哈佛商學院課堂當中教導的理論 不僅能解釋企業問題 也能拿來管理並預測自己的人生 這本充滿歧視和智慧的書 能幫助你了解如何依心目中的優先順序 調配行動、時間及資源 以管理好人際關係 甚至改善教養的方式 並且果決的回答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進而找到人生的意義和幸福 所以這本書蠻引起我的興趣的 這是我在博克萊裡面看到的這本新書 覺得還不錯 我還沒有看過 我習慣在博克萊的書籍的簡介裡面 去找一些我覺得比較有興趣的書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到底下的連結去看看這本書的 我剛剛已經念完了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購買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掰掰